我看到你们我太开心了 晚上好我的家人们啊 咱们手里面有粉丝灯牌的 给唐唐把粉丝灯牌亮起来 有小星星的给唐唐甩一个小星星 做一下数据好不好 这样的话人上的会比较快 好不好 然后有时间的家人们帮唐唐点点赞 好不好 咱们赶快上播人 好不好 谢谢 谢谢我的家人们的小星星 谢谢你们的灯牌 晚上好 对 咱们只要进到直播间 就把灯牌跟小星星点亮 点点赞 人就很快就上来了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他们教我的 我发现确实非常非常有效 咱们只要亮一下粉丝灯牌 送一下小星星很快就上人 晚上好 晚上好家人们 不管别人怎么说唐唐 说什么唐唐长得不好看呀 唐唐 唐唐没福气呀 唐唐像猴子呀 像狗呀 像马无所谓 家人们 就是我们互相喜欢 我们互相 欣赏 就可以了 真的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怎么看我 我的家人们 你们觉得唐唐好 就可以了 真的真的就可以了 至于别人怎么说我 我又不吃他家大米 对不对 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我也不会不开心 对不对 喜欢我的人会觉得唐唐还 长得还可以吧 对吧 家人们 觉得唐唐还 还算五官端正的 咱们勾个一好吗 不喜欢我的肯定就觉得 这个女人 长得太丑了 不好看 怎么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 有很多人觉得唐唐还OK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真的 谢谢我的家人们 真的 我真的有你们 有懂我的 欣赏我的 喜欢我的家人 就已经够了 对不对 咱们又不是人民币 确实做不到任何人都喜欢我们 对吧 但是一直在看唐唐直播的 了解唐唐为人的人 我相信你们也会 会慢慢的看到的 唐唐不是什么坏人 回广州了 家人们 对 我知道 我知道有很多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你们 你们是欣赏唐唐 喜欢唐唐的 对于我来说就够了 我跟阿伟像吗 我跟阿伟不像吧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长得不太像吧 就是脸都比较瘦吧 就这点可能有一点点 其他好像没什么地方要像的 对 没关系 有一点 我们俩不像 家人们 家人们 然后唐唐呢 现在已经回到广东了 现在已经回到广东了 然后 我看到昨天 曲里面都炸了 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家人们 我想听听家人们 你们是怎么看 怎么想的 我昨天 我昨天在飞机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 很多信息 昨天 家人们是怎么看到 对 我回了 我回了 家人们 我现在在广东 不要这样去 不要这样假阿伟 不要这样假阿伟 阿伟可能呢 他确实是有时候嘛 做事情有一点点冲动 他做事情有一点点冲动 然后 但是我觉得 他随心去去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话 人嘛 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这么几年 想做什么的话 就去做吧 不要让自己留遗憾 对不对 就是我们 我们再怎么 觉得这样做 是不合适的 但是对于他来说 他的青春只有一次 我觉得他想去做什么 我都支持家人们 支持他 支持阿伟去那么做嘛 支持的家人们扣播一 好不好 不支持的咱们扣播二 我想看看家人们 你们是怎么想的 任性 支持的 支持阿伟这么去做的扣播一 不支持的扣播二 好不好 还是有很多家人们支持的呀 我看很多家人也是支持的 也有一些不支持的 其实我觉得 家人们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哦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有很多家人们觉得 应该去 有很多家人们 觉得不应该去 有没有人想 想听听堂堂的看法呢 有的话咱们扣播一 如果 如果不想听也无所谓啦 就是确实有好多家人私信我 想想看堂堂是怎么想这个事情 家人们 是这样啊 昨天这个事情呢 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在吃瓜 我才看到的 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啊 我为什么要走 因为我觉得 嗯 那天我说了 无论是从公司上面 还是在生活上面 我能给阿伟的帮助 呃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如果我再做的话就 如果我再做的话就 就有点 嗯 过界了 我觉得 嗯 从朋友的角度来说 该做的我都做了 我不能再做了 嗯 我也觉得阿伟应该是 有一些成长的 在这段时间 呃 在这段时间是有一些成长的 所以说呢 嗯 嗯 我决定要离开 啊 但是家人们 我离开跟阿伟昨天做的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关系啊 就是说 呃 我也从来不知道 昨天阿伟会这么说 呃 我才决定走 或者是 呃 怎么样 没有任何关系 嗯 我是觉得我 到了我该走的时候了 呃 跟我跟阿伟 我们两个之间 没有任何的那个 呃 不开心啊 我跟阿伟先告诉大家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不开心 就是 是我自己提出来的 我觉得我说 我说阿伟 现在你看公司一切都蛮顺利的了 嗯 然后而且 该解决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也帮大家都解决好了 然后我也该忙一忙自己的事情了 所以说 是 是在一种 大家都很愉快的情况下 然后我决定要 要离开四川 然后回广东一段时间 嗯 然后昨天这个事情呢 就是也不是 我也没有 我也不在我的预料之内 确实我也不知道 会 会发生这个事情 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吧 嗯 阿伟这么做吧 在唐唐看来呢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晚了 嗯 或者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 这样去做 如果说早一周 或者是早几天 我都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昨天 这 这个是我 确实我也不太理解的 这个是我也 我确实我也没太看明白 是怎么回事 可能昨天是不是有人 有人去 去 去 去刺激了他一下 还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觉得阿伟不会说莫名其妙的 突然就就就就在昨天这个样子 所以是不是家人们 你们告诉我 是不是有人刺激了一下阿伟 或者怎么样了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人刺激到他 不然的话 为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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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我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 真的 我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 没有人刺激到他 都是我搞的 跟我没关系 我昨天都走了 我昨天都走了 家人们 跟我肯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觉得 对不对 家人们 觉得跟堂堂没关系 咱们可不可以 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我昨天我都不在 粉丝刺激了他 是吗 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我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对 然后 对应该是没关系 对 然后他 他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 堂堂是心表大的人 如果是堂堂去做这个事情 我是怎么想的 如果我 我换 我会换 昨天我看到这个事情 我换一思考 我在什么情况下 我会做这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 可能放不下吧 可能是 可能是放不下吧 再加上 年轻嘛 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想说 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这个样子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支持阿伟这么去做 就是说有时候 我们人做一些事情 不是把结果看得这么重要的 就是可能会成 也可能没成 可能在这个时候 结果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不知道家人们 理不理解我说的意思 就是 有的时候 我们 是需要对方 做出一个行为 让我们来下这个决定 所以说 我们可以 接受 结果是好的 也可以接受 结果是不好的 关键是 我要迈出这一步 我就再也没有遗憾了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说的话 那我支持阿伟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就是 嗯 就像唐糖一样 唐糖也会去 做唐糖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 呃 其实对于我来说 结果不重要 我以前 说过一句话 我说我喜欢谁 是我的事情 他喜不喜欢我是他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去做 我们该做的事 至于对方 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我们都需要坦然接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阿伟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话 那我支持他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挺好的 对吧 我们的青春都只有一次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们的青春都只有一次 就是说 嗯 如果真的觉得说 呃 怕自己留有遗憾的话 那我们就努力的去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吧 如果说 结果是不好的 然后也给自己一个放下的理由 如果结果是好的 那不是说明自己的勇敢很对吗 对不对 可能 呃 堂堂的勇敢呢 是得不到一个 大家理想状态下 很好的那个结果 但是对于我来说 不遗憾 家人们 你们不用担心堂堂难过呀 什么的 嗯 呃 你说有没有过失落 可能会有过 嗯 堂堂会有过失落 但是你说堂堂 遗憾吗 难过吗 不 因为我觉得呃 对于我来说 真的 我是真心的 我觉得我喜欢谁是我的事 他喜不喜欢我是他的事 嗯 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我 我没有任何遗憾 呃 我 我觉得 呃 我们都把自己做好就行了 我们都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遗憾就留给对方了 就是有一天这个人回想起来会觉得说 哎 我当时是不是嗯 没有没有嗯 发现这个女孩子这么好呀什么的 那这个遗憾是别人的了 不再是我的了 那所以说我觉得阿伟去做这个事情 他也他也不会再有遗憾了 就是我个人认为 所以说我不会去呃劝他呃也不会怎么样 如果阿伟是这样想的想给自己一个结局的话 那我们就支持他吧 无论好与坏 对不对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破不力嘛 一定要去做一个如果你觉得你觉得自己放不下 那你就去努力一把吧 就算结果不好 然后也可以坦然的接受了 嗯 呃 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堂堂不开心呀什么的 堂堂有过失落 呃 一点点 家人们 这个一点点 不足以影响我跟阿伟的感情 不足以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能对于我来说过个一周半个月 堂堂就好了 啊 不要说堂 阿伟不要我了 我跟阿伟之间我们两个没有过爱情 我们两个也没有在一起过 我们两个有没有什么谁不要谁啊 家人们觉得堂堂说的对不对 觉得堂堂说的对的话口味疑 我跟他之间从来都没有在一起过 也没有过爱情 我俩不存在什么 谁要不要谁 就是我俩 没 真的不至于 你知道吗 不至于 嗯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嗯 我觉得我我我能为阿伟做的我也都做完了 做到觉得自己都没有什么可做的时候 你说是不是应该是我该要离开的时候 对不对 家人们支持嘛 支持的话口波仪 嗯 对不对 我已经做完了 我该做的都做了 然后 嗯 嗯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在我这儿没有任何遗憾 我说了我不跟任何人抢男人 我我看不起这样的人 所以那些说什么我想当三 你想太多了 嗯 我的生活很美好 我不会给任何人当三 我也不会做任何人的替代品 如果我是这样的话 我就对不起所有喜欢我的家人 我所有喜欢我的家人 也不希望我去伸着手乞讨一段感情 对不对 家人们 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不会希望你们喜欢的堂堂是 去乞讨一段感情 或者是用什么手段去得到一个爱情 或者明知道这个人心里有别人还往前冲 我觉得你们不会喜欢这样的堂堂 堂堂也不会喜欢这样的自己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要学会及时止损 要学会及时止损 在该止损的时候 该停的时候就停下来 很多人做很多事情 不是他 不是他没有坚持下来的恒心 而是很多人学不会在事实后的时候放手 理解我说这一块吗 有时候我们选择了一条错的路 其实最难下决定的是我们什么时候放手 而不是坚持 很多人都可以坚持 但是很多人学不会什么时候放手 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我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在我还没有过多的参与到别人的感情当中的时候 然后就 看懂了就赶快离开 对不对 但我同样祝福他 我真的我真的祝福阿伟 就是阿伟昨天做的这个事情 如果说 如果说他希望是 说让自己的青春也不留遗憾的话 那我支持他 只希望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 阿伟都要好好的去接受 都要坦然的去接受 然后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也会离开 离开哪里呀 也不是事业为重 叫什么 堂堂也想有一个美好的爱情 也想 老天不给我机会 对吧 我在好不容易想努力一把了 老天不给我机会 那我也没办法 你们 你们快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吧 对阿伟是不喜欢我 从昨天的表现来说的话 阿伟心里应该是有阿子的 那我也希望他能够成功 我真心的希望他能成功 真的 我希望他好 事业好 生活好 一切都好 如果说他能得到 他想要的 另外一半 他想要的生活的话 我祝福啊 肯定是祝福的 家人们信吗 堂堂说这句话真心的 相信的话扣个一 我真心的希望他幸福 真心希望他幸福 无论他跟谁在一起 只要是他想要的 我都支持 我真不知道阿伟去了没 家人们 昨天是 昨天是什么情况下 下播的 我不知道 我看了两眼 昨天他去了吗 昨天他去了吗 没去 我们的爱情观可能不太一样吧 我们的爱情观可能不太一样 也可能有人会说我吃不到葡萄 才说葡萄酸 我们的爱情观真的不太一样 我从来不觉得 就是阿伟想要那种爱情 可能跟我想要的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我爱一个人的话 就是希望他好 就是希望他好 做一切希望他好的事情 爱的最高境界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 然后就是那种不求回报 我觉得那是最美好的爱情 就是希望对方好 就是我想要的 至于在不在一起都没关系 唐当真的可以做到 真的 如果说 如果说我很爱一个人 然后我看到他过得很好 很幸福 他找的那个女生比我优秀 我会觉得我很开心 如果他找的那个女孩子不如我 我反而会感到有点遗憾 真的 我不希望说 我喜欢的人 我爱的人 他过得不好 我一点都不希望他过得不好 就有的人说什么 两个人如果分开了什么的 希望另外一半什么过得差 我不这么觉得 这样的话不是显得你很没有眼光吗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很棒的人 那你喜欢上的人一定也很棒 如果说分开了之后所有人都说 那个人很差劲的话 那不说明你自己的眼光也很差吗 所以说我希望说我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我喜欢的这个人 他都要过得好 而且他要找的那 那一个女孩子一定比我要好 这样才配得上 我这么喜欢过他 如果说他遇到的那个女孩子不好 那我真的会感到很遗憾 不管阿伯 跟谁在一起 我都希望他 希望他能找一个很好的另外一半 会过得幸福 谢谢我的家人们 可以啊 你们可以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啊 没问题的 可以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不不不 不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谁 大家概念中的那种 谁如谁 谁不如谁 可能看的点不一样 有的人说 阿子比堂堂漂亮 有人说堂堂的事业比阿子好 什么的 就是拿几个女孩子出来做比较 我觉得这样是很片面的 一个人好不好 是他对于那个人好不好 就是这样讲 假如说A跟 A身边有B和C两个女孩子 然后B和C 他们两个本身好不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对A好不好 对A好不好 就是你看 A跟谁在一起的状态好 就说明谁是谁的良缘 而不是说 B比C长得好看 或者C比A 什么有钱什么的 这都是很肤浅的东西 我觉得真正的是看 能不能对A好 对不对 有的人他可能这个女孩子 并不是很优秀 但是他跟A在一起 A变成了一个很棒的人 那我觉得 那这个人就是 这个女孩子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女孩子 那可能B 看起来样样都好 但是他跟A在一起 A很不快乐 那这个人就不是一个 合适的人 人没有好坏的 人只有善恶 没有什么好坏的 我现在在珠海 这两天在珠海 我可以考虑一老板 你们真是乱点鸳鸯谱 我的出现可能就是为了帮助阿伟走出一个困境 我的出现仅仅是为了帮助阿伟走出困境 给他一些帮助 但是其他的可能 堂堂给不了太多了 家人们也不用担心堂堂 有时候 我看咱们没有进群的进一下群 有时候说话的时候 咱们家人真的 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真的很疼爱堂堂 有时候担心堂堂 说会不会看到某些人的留言 视频直播会感到不开心啊 很难过啊 堂堂说没有过一点情绪是骗人的 当然我不希望你们看到我不快乐 我不希望我的家人你们为我担心 我当然不希望你们看到我不快乐 但是你们放心 无论看到什么 堂堂都会说服自己 都会好起来 我也没有大家想的这么脆弱 但你说没有感觉也是不可能的 确实不可能说看到什么都没有感觉的 但是我会好起来 你们相信我 我觉得 会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嘛 对不对 但没有谁是错的啊 我这个话不要又被谁误解了 就以后一定会 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也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另外一半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我跟阿伟可能是没有在合适的时候 遇到的合适的人吧 感情的事情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那我们两个可能没占到 所以说可能没有缘分 就是说可能成为情侣夫妻这样子 对吧 这个时间段确实是 确实是很尴尬 我也是 我也很感谢抖音 很感谢直播 如果没有 因为前两个月玩抖音 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事情 其实我也不知道阿伟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确实不知道 那我可能就会对 感情的一些判断 会没有那么的全面 也是因为玩的抖音 然后有很多的视频 或者家人 你们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我才看清楚 原来是这么回事的 其实之前我也不知道 你们 你们 你们吸不希望堂堂有一份 去发展一段感情啊 家人们 吸不希望堂堂去找一个男朋友啊 或者什么的 除了阿伟啊 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阿伟 如果说堂堂 下面尝试着去 去 嗯 接触一个男孩子 或者什么 家人们支持的话扣个1 希望吗 就找阿伟 哎你太可爱了 除了阿伟 就是如果 如果堂堂会尝试 去打开心 去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开始一段 感情的话 或者了解一个男孩子 大家支持吗 支持的话扣个1 不希望 不行 家人们 你们太可爱了 嗯 等等阿伟 来 咱们家人啊 有没有想跟堂堂聊天的 然后咱们 呃 咱们刷三个眼镜 上麦 好不好 我想听听家人们怎么说 因为这会儿 申请连麦的人很多 刷三个眼镜 上麦 跟堂堂聊一会儿 刚回来 我现在刚回广东几天 然后 嗯 是要先把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 先给 捋顺捋顺 先要捋顺捋顺 我只是这麽说阿家人们 我没有目标啊 没有目标的 没有目标的 我纯粹是这麽说 就是想听一听 大家是怎麽看的 对 我刚回广东 要把事业上面的事情 捋顺捋顺 嗯 啊 真的是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我听谁的呢 家人们 我应该听谁的呀 啊 总之不管说怎麽样 家人们 我希望 嗯 阿伟如果决定 这麽去做了 为了让自己没有遗憾 为了让自己的青春 没有遗憾 那我们就支持他 嗯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 嗯 去做这个事情 并不是为了对方 是为了自己 他愿意去做的话 那就支持他吧 嗯 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是支持的 如果说 得到了 阿伟想要的结果的话 嗯 那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 对于阿伟来说 也是一个成长嘛 嗯 一总这个人 其实我很佩服他 其实我很佩服他 嗯 他是一个有谋 一个有谋略的人 真的 啊 你看我 我我这个 我这个人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跟 我跟一总私 是因为他 因为他伤害到我了 他们他们家的粉丝 网爆我了 但是 呃 过了这个事情 我还是要夸一句 我觉得一总很厉害 很棒 真的 事情过了 咱们就不说 不说事啊 单说人 我觉得一总 这个人 确实挺好的 确实挺好的 就是说 他是一个挺有谋略的人 而且 做一个老板来说 他 他对阿子 确实不错 嗯 我 我不了解他 但是我觉得 他也确实是一个 不错的老板 确实是个不错的老板 嗯 是的 我跟他 其实 哎呀 你们慢慢了解 唐糖就知道了 唐糖是那种 啊 生气的时候 你 你伤害到我 伤害到我的 到我的家人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上来干 但是说 平心而论 事情过了之后 要说他确实是一个 很聪明的人 嗯 他们的感情 我不了解 但是 但是他确实应该 做生意是一个 很厉害的老板 做生意的人 狠一点 有时候不是一件坏事 有时候唐糖就是 我才是很厉害的